哪些野生动物会携带冠状病毒 很多野生动物都可能携带病原体 成为某些传染病的传播媒介 果子梨、蝙蝠、竹鼠、罐等都是冠状病毒的常见宿主 武汉地区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爆发 与2002年广东爆发的非典疫情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发生在冬季 初始发生都起源于人与动物市场交易的鲜活动物接触 而且都有由于未知的冠状病毒导致 由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净化邻居和外类群都在各类蝙蝠中发现 这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也可能是蝙蝠 如同导致2002年的SARS冠状病毒一样 新型冠状病毒在从蝙蝠到人的传染过程中 很可能存在未知的中间宿主媒介 不要吃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、生鲜食品等 比如路边摊售卖的肉食不要为了尝鲜而冒险 感谢观看